在UFC292打敗影帝Oterian Sterling,拿下锄量及腰带,并成为现任UFC最年间冠军的Junger Sean O'Malley,这几天甚至这几个星期绝对是UFC最亮的仔。 有许多人已经拿他的爆红跟当时快速崛起的Connor比,在昨天接受ESPN采访时,蜜堂被问到自己该如何达到Connor的高度,成为下一个超级巨星,蜜堂给出了自己的计划。 O'Malley在UFC292以一记精准的印记, 打得影帝面抄地倒下,随后地面砸拳拉下TKO。 在支持频道的新影片中,O'Malley展示这拳不是运气,是经过多次演练的成果。 另外,Triple C在自己的频道秀出了他跟Ogamin Sterling赛前的讯息对话,讯息内容里Triple C展现了极高的战斗智商,完美预测了比赛走向。 如果影帝照他说的做,比赛结果很可能就不同了。 对于很多人表示,裁判太早喊停,冠军赛的裁决应该更谨慎。Ogamin Sterling认为自己自始至终都在战斗,没有对出比赛。 可能是自知着地的防御让裁判觉得他已经玩完了,但也勇敢承认自己太照进导致失败。 蜜糖已经表明不想跟影帝二番战,但我认为Ogamin Sterling这次面对失败的态度很有冠军的风法,希望影帝能少一点黑粉多一些影迷。 在赢得冠军后,蜜糖指定了跟他之前有牛肉的Cheeto Beta做了第一次未免战人选。 在Marab跟CCC还有Saren都有伤在身的情况下,同样是在UFC 292取胜的Cheeto是个合理的选择。 但我私心想看到Peter Yen来复仇。 那么你各位,希望谁会是蜜糖的第一个挑战者呢? 张维莉在周末打出了统治级的比赛,摔角跟力聚都优于对手,以288比21的打击数赢下于Amanda Lamoush的冠军战。 最新发布的女子PomperPom排名,张维莉挤下子弹姐来到第二名。 在张维莉强势的表现后,Cobie Compton罕见地发出了恭贺。 张维莉是小红帽唯一公开发文支持的UFC选手,而未免冠军也与她惺惺相惜,再次夸战Cobie Compton亮载。 全民说,小红帽唯一喜欢的选手是张维莉,张维莉是唯一喜欢小红帽的选手。 你跟那个Cobie Compton坐在一起有什么感觉? 感觉他太帅了,Handsome! UFC293失去了一场大战,6月时以有争议的分级判定输掉比赛的Kai Kauravlens,原定在三周后的澳洲主场出赛,对上前Rising除量级冠军Marnel Kapp。 但昨天Kai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对赛消息,Kai说自己在周末的训练中受到脑震荡。 在与家人跟团队讨论过后,很遗憾决定退赛,Kai向原先要来看他比赛的相近父老道歉,并承诺很快会回归。 而比Kai Kauravlens更沮丧的可能是他的对手Marnel Kapp。 前Rising除量级冠军Marnel Kapp加入UFC后改在银量级讨生活,但是倒霉的他从2022年4月开始被安排的6场比赛只有一场打成,其余5场包括Kai这一场都因为不同原因被取消了,这真的让他非常生气。 好,在今天UFC已经帮Marnel Kapp找了一位新对手,让他可以留在UFC293的战卡上。 替补的人是原先正参加Dana White's Canada Series的Benit Dos Santos。 UFC293主赛是黑龙、Israel Adesanya跟Sean Striegelen的中美大战,副主赛是Tai Tuivasa对上Alexander Volkov的重量级重拳对决。 在少了Kai这场之后,这卡斯心度有点不够啊,希望黑龙跟Striegelen争气一点,UFC293的pay per view就交给你们扛了。 前有一支炒量级冠军Jessica Andrade刚接下了他今年的第5场比赛,他将在11月的UFC295对上一月打赢Andrea Hill的McKenzie Dern。 Jessica Andrade已经连输了3场,每一个打赢他的人都马上成为挑战冠军的热门人选,包括Irene Blanchfield,严小楠和Tatiana Suarez,妥妥的女子升级包。 在离婚后,重控绝佳的McKenzie Dern一定也想透过这场比赛寻求生涯第一次挑战腰带的机会。 还有一场我很期待的比赛也在上个礼拜公布了,几个月前本频道介绍过的中量级潜力新人,因为容易暴走而极具争议的独眼狮王Shara Putin-McMendorf,确定要在UFC294阿布达比出登版哦。 但对手不是原先设定的老手Derek Bronson,Bronson已经先被UFC295订走了,狮王的对手将是上一场失利的Bruno Silva。 Shara Putin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达基斯坦人,因此有文化渊源的阿布达比也算是狮王的主场。 另外,Shara Putin的右眼完全丧失功能,据说因为单眼看不见,在美国的运动眼体检肯定不会通过,因此Shara Putin-McMendorf无法在美国出赛。 但如果未来都只能限定在美国境外打,狮王就少了稳定的出场机会。 Shara Putin-McMendorf的打法相当积极,不管你各位希望看到狮王被打爆,还是想看他虐待对手,Shara Putin的UFC首秀请绝对不要错过哦。 今年早些时候离开贝勒托的MVP,Michael Venom Page,目前正在听取各方报奖。 他的上一场MMA比赛是在今年3月,作为自由市场的大物,MVP在访谈中提到, 讲社跟UFC签约,他希望能得到跟前东士同样来着贝勒托的Michael Chandler一样,直接挑战强者。 I want Top 5,Top 10,I don't need to prove myself all over again. I don't need to do that,I just want to go in there and,you know,we've seen it in the likes of the likes of Michael Chandler. He went in there,you know,he fought,you know,a top,I think it was Top 10 at the time,Dan Hooker. Great,you know,great first win for him that just sprung him into title contention. That is the route I see myself in,I don't see it in any other way,I don't need a warm-up fight,I don't need that,I'm not,it's not like I've been out of the game for ages,I'm ready to go now. 之前Wonderboard已经表明,不想当好朋友MVP对决,破坏两人的友情。 看看次中量级前十名单,你各位希望看到MVP跟谁交手呢? 已经36岁的MVP,有机会卡位成功吗? Tony Ferguson在UFC291遭遇了令人心碎的实力, 他昨天在Twitter发了几点有点难懂的感触,也重申了他没有要退休。 看见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艳师傅的声名少了第六条? 希望师傅不是因为最近吃了太多犬连数学都忘了。 每周都要找人开炮的嘴炮Connor McGregor,凶狠地回应了叶师傅,称两人多年的恩怨要由他来了结。 Tony Ferguson看到后也强迷了危机,但是师傅的文章比较难懂,查了一下意思大概就是要嘴炮处理要法律问题后签下合约跟他打一场吧。 希望Tony Ferguson继续战斗的全民们看到叶师傅的声明可以放心了。 师傅意志坚定还没有被击倒,就算伸手已经退化,Tony Ferguson打死不退笨都到底的精神,这是他人气不灭的原因啊。 我们下期再见。